今天突然發現了一個前兩天沒有爆出來的大瓜 可能是被其他的新聞吸掩蓋了 但是內容卻十分的勁爆 這個消息是最先是餘記報導 說是一個彎彎老幹部的醜聞 具體內容就是南方背著女方偷星 然後還正好被女方吸大個淨著 說起這個彎彎老幹部 肯定會知道這對夫妻是台灣的人 台灣的人來陸地想發展的挺多 但是出名的確很少也就那幾個罷 而且餘記還包了說 南方被大家稱之為老幹部 而女方則被人們稱之為老格格 還說兩人早已歸人 不過最近這段時間一直打算復出 最主要的是兩人還有一個女兒 說到這就不難猜出 吸出的資訊實在是太多 就算再難猜傻子也能知道是霍建華夫婦二人 具體的說法就是 南方在大陸正在拍戲 住在酒店裡 然後因為生理的原因 就讓身邊的助理幫忙點外賣 據說是連續幾天都點 每次的風格環都不同 吃完就換 日子過的別題有多瀟灑了 然後網友們也猜測 這事再加別太搞了 但是緊接著就出事了 南方的媳婦也報到大陸來接活來了 當天忙完之後就想住來看看南方 可事沒成想 正好撞見自己老公在外賣的場景 那叫一個驚心動拍啊 場面十分炸裂 但是肯令人震驚的是 女方十分的冷靜 而且還十分的理智 就算是自己再生氣也只能忍住 因為兩人都想要事業復出 而復出當然不能有什麼負面的新聞 否則一切都將前功盡氣 這些他們自然知道 仍將和人切 還是很重耀的 怎麼說 畏了前 畏了以後的生活以及家庭 女方也只能忍住 即便事在生氣難過 也只能強忍淚水 最後自己傷心跑回台灣 但是女方也不傻 不可能什麼都不做 於是就逼著南方去醫院做檢查 以免把什麼疾病傳染給自己 後來女方就離開了 但是男方這 並沒有按照女方說的去做什麼體檢 理由是什麼工作太忙了 沒時間給忙了 後來這 男方在大陸想女兒了 於是就想打電話看看女兒 但是女方自然是不同意 對男方百般刁難 此此故事算是結束了 也就來到了大家最為關心的一個問題 這對台灣的夫妻到底是誰 按照如記一般的態度 他們自然是不會說 畢竟這些東西在自己手裡 是有很大的利潤的 相信大家也清楚 但是卻不能阻止網友們猜 這次大家的目標 十分的一致 同一的說出了那個心中的答案 霍建華和林心如 結合如記說的這些資訊 霍建華夫婦以人完全對得上號 大家也都知道 霍建華在以前在大陸拍攝了很多電視劇 都獲得了觀眾們的歡呼 就比如花千骨 笑傲江湖 仙劍奇俠轉三等等 但是近年來卻很少拍攝這種題材的電視劇了 也漸漸的消失在了觀眾們的視野中 而結合網友們的發現 霍建華再前不久 確實是在大陸拍戲 林心如也來參加了大陸的一個中藝 總之就是挺好的 但是也有網友說 霍建華目前雖然在拍戲 但是和以前的朋友都沒有聯繫 哪怕是關係最好的胡歌也沒有 而且他如今過來拍戲的原因 也是十分的常稅 就是因為出場快級的多 所以才來的 他不但不跟好朋友聯繫 就算是在劇組裡面 也很少跟其他人交流 知情的人說是他並不覺得 能在第六代很長時間 終究還是要回去的 所以沒必要跟這些人打太多的交道 可視這和外界說的貪玩意人 來大陸發展的消息衝突 或者說是另有什麼隱情 很多粉絲起初看到霍建華 重新回來拍戲自然是十分高興的 也表示支持 但是隨後傳出這樣的事情 粉絲們就開始表示質疑 說不相信霍建華是這樣的人 但是霍建華在外也確實是一個愛老婆的人設 這點不可否認 也和爆料中說的人設 是十分的相符 按照網上爆料的慣例 大多數的人們 至少還可以懷疑 到底是不是霍建華夫婦 但是這次除了他們二人又能有誰呢? 還有一些汗熱鬧的網友直接說 霍建華你直接報我身份證得了 至於這個爆料是不是真的? 網友們說他並不是特別的關注 只是表示來吃過瓜 而這個瓜說他也是因為聲勢並不大 所以也就沒有多少人關注 可以說近來 林森如和霍建華的婚姻風波不斷 前段時間台媒報導林森如霍建華已離婚 霍建華為了支付女兒撫養肺 選擇淨身出戶 霍建華三年武器可拍 精神質上狀態很差 台媒真會搞事情 直接報出這魔大的瓜 讓人驚吊下巴 知名狗仔葛思齊在節目中親自證實 兩人的確是離婚了 不過當事人沒有回應 我們也只能觀望讓子彈飛一會兒 2016年 林森如霍建華在巴黎島舉行婚禮 霍建華是林森如相伴十年的老朋友 兩人第一次合作時都是青殺的模樣 時間倒回2006年 林森如和霍建華第一次合作地下鐵 彼時的霍建華 橫視花樣美男的形象 林森如清純甜美 不過二人並未擦出火花 2011年 林森如當製片人要拍一部古裝劇《傾世皇妃》 林森如掌導了讓霍建華演男二號 為了整霍建華演戲 林森如三顧茅路就差給他跪下了 兩人的友情也是從這部戲開始的 林森如當時有男友 霍建華也有女朋友 直到林森如四十歲 霍建華突然鼓起勇氣向他表白 兩人交往了幾個月 林森如意愛懷孕 不得不奉此成婚 在那場盛大的婚禮上 林森如幾度僅然 看得出來林森如還是很愛霍建華的 婚禮上的霍建華嚴肅臉 眼神暗淡 被解讀為沒有娶到最想娶的人 娶林森如也是因為孩子的無奈之舉 事後 林森如一直再解釋 霍建華也說他就是個不愛笑的人 其實霍建華參加圓皇婚禮時 笑得表情失控 根本不像是死恐 一年後 他們的孩子出生了 更神奇的事來了 已婚的霍建華直接過氣了 沒什麼氣可拍 從頂樓慢慢變成家庭主婦 四年後 林森如在《真人獸》節目中受恩愛 他說嫁給霍建華是一件最幸福的事 即使他再努力營業 也沒幾個人關心了 人氣不可了 他們的婚姻備受爭議 男人娶到心儀的女生時 一定會激動到戰鬥 或建華那麼平靜 像個局外人一樣面無表情 說明兩人的感情並不深厚 他們是多年的好朋友屬於日久生情 通常日久生情的感情 都是摧殘素再作怪而非多巴胺 人的直覺是瞞準的 第一眼看上的人會喜歡恨多年 第一眼就無感的人 在多年的陪伴中會產生感情 但這種感情絕不是光光烈烈的 是一種明正如水的感覺 或許從一開始 他們就是有情大於愛情 為了孩子才結婚的 有一年 狗仔拍到林心儒霍建華當街吵架 兩人一起逛街發生口局 霍建華氣匆匆地一個人回家 把林心儒留在街上 天空下起了雨 林心儒獨自再在洗凳上身悶氣 等了半個小時 也不見霍建華接他回家 林心儒只好自己回家 回家後 林心儒狂生昔日的甜蜜合照 婚姻開始亮起了紅燈 如今林心儒霍建華被轉離婚 林心儒索要10億撫養肺 霍建華正身出戶 愛情事業雙重打擊 精神快失常 此一瓜的曝光 立刻引發了網友們的熱烈探討 此前對於兩人婚姻的失疑再倒升級 最近 林心儒在台灣接受了王偉忠的採訪 節目中他坦然婚姻出現問題 當被問到演藝圈內 眾多明星夫婦離婚的情況時 他毫不猶豫地表示 困難 並再次強調 非常困難 他的這番直言不諱 直接揭示了兩人相處的真實狀況 通常情況下 圈內明星都願意在公眾面前 保持夫妻間的和諧形象 但林心儒卻毫不掩飾地承認婚姻的困難 這種坦誠和真實性讓人印象深刻 王偉忠還追問了林心儒關於婚姻困難的原因 是否因為兩人都是圈內人 林心儒大方地回應道 因為其實大家都是被照顧的人 這句話言簡意該地展明了兩人婚姻困難的原因 他的坦率展現了兩位明星 在婚姻生活中的真實情感 從林心儒的話語可以看出 他和霍建華都是備受觸目的明星 一路走來被粉絲們寵愛有加 鮮花和掌聲從未間斷 工作上也有團隊的支持 只需保持好明星狀態即可 然而婚姻生活卻不可避免地回歸到平凡的日常 沒有美光燈 只有瑣碎的家務和相互的感受需要關心 這必然會帶來摩擦需要時間去磨合 林心儒的坦誠展示了兩人婚姻的真實狀態 儘管分辨全民四起 他並沒有掩飾婚姻中的問題 以示誠實地承認婚姻之路的坑赫 霍建華婚後放下事業全身心投入家庭 從一個隻手可以的明星變成了家庭主婦 這種巨大的生活改變也給兩人的關係帶來了挑戰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林心儒在台灣的事業一帆封信 電視劇表現出色 女強南約的局面逐漸顯現 這也印證了之前提到的 霍建華失業三年的傳聞 以及精神狀態異常的問題 最後 林心儒所說的話表明她依然習慣被人照顧 而霍建華則已轉變為照顧家庭的角色 這種女主愛男主愛的模式不一定適合長期維持 這也是網友們對兩人未來自謹慎態度的原因 重的來說 林心儒的坦誠讓人看到了兩人婚姻中的問題 相信他們會共同努力解決 婚姻不易需要雙方共同珍惜和努力經營 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刻 讓我們期待他們能夠走出環境 重新走回幸福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 歡迎點贊訂閱加轉發我 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